Hello 大家好 又是跟大家分享的时间了 今天会更特别的,会用OBS 最近最热的题目 都莫过于政府将会派这一万元给我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究竟我们会怎样用这一万元呢 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一万元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 比起一万元更有价值的是我们一生 我们怎样去尽用它呢 大家想一想一想一万元怎样用呢 我都想过四样的方法 如果你们想到更加好 或者你自己独特的方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去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在想 可能这段时间 可能有些人容易失业 或者人工都会减了 有时都要放No Pay Leave 不如存些钱 旁边不时之需 可能更加好 第二个就是 不如去一下旅行 难得有一笔钱 能够去运用 当然去旅行 当然不要去一些 有武汉肺炎的地方 可以轻松一下 第三个就是 可能我们能够借这笔钱 去帮助身边那些有缺的人 可能是基层人士 可能是一些贫穷的人 第四就是 在我们里面 我们愿意拿这笔钱 去增值自己 在里面 take a course 去学一些东西 可能是 学一下怎么弹吉他 可能学一下怎么用电脑 甚至买一些工具 去丰富自己的工作 我不知道 究竟你们 会怎么善用这一万元 又或者 可能你是18岁以下 或者是新移民 你未必有这一万元 但我相信 每个人都有人身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身的 我们会不会善用呢 今天很想跟大家 看一看一段经文 在路加福音第19章 里面讲到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在末世当中 有一个贵就 将要去接受自己的皇位 接着他就给低一些挑战 那十个仆人 他就给低一些钱 每人有一百个银币 其实回想起来 每个人都很公平 他有一百个银币 他怎么用就最重要 同样地 在我们人生当中 每个人都有一身 有人长 有人短 但是这一身 都一定会存在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善用 我们人生 并且这个人生 是比起那一万元来得更加有价值的 那当然 在里面 我们要做个决定 究竟我们要尽用 还是会弃用呢 一个人尽用究竟会怎样呢 就是他会将那一百个银币 变成十倍 或者五倍 那么他又会得到些什么东西的奖赏呢 在主人里面说 他说 好良善的仆人 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面 忠心 就可以有权管十座席 你发觉原来我们人生里面可以尽用 我们能够每一天努力 这样在读书 或者在工作 又或者我们能够 善用我们的生命 能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 我们能够关心身边的人 或者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技术 或者用我们的专业 能够帮助一些有需要 又缺乏这些技术的人 所以其实神给我们一生 是很有价值的 给你的一生 都只能够有一次 也都很有价值 我们要去尽用 但偏偏就有些人 会在里面 借用他的人生 他还要把他的人生 收藏了 然后每天躲在家里面 然后在他的人生 去到最终点的时候 然后就发觉 原来自己什么都没有做过 还有这些人 可能会推卸责任 但是这个主人 就没有这样放过他 他说可惡的仆人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在里面他说到 当你弃用你的人生的时候 其实你就失去了你自己的人生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 每个人都有的人生 但是我们就要想一下 究竟我们怎样能够尽用它 以至到我们 避免我们会弃用了我们的人生 日日可能就是在玩乐 或者不知不觉之间 就没有了些时间 都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最后来 我们都要向天父去交数 主人就这样说 他说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要给他 没有的就算他有的 都要拿走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 都渴望能够得到更加多 当我们愿意在神里面 更加努力 善用我们的人生 哪怕多短 可能只有一个月 一年 或者三十岁的命都好 你发觉耶稣的人生 是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今天我们的人生 都能够像祂一样 成为更加多人的祝福 所以我很想鼓励大家 一万元就事小 一生人就事大 一生人就只能够活一次 要正确地用 要尽情地用 要有目标地用 才能够不枉过 可能在今天里面 我们很珍惜的一万元 但是我很想大家知道 其实你已经有一份最好的礼物 就是你一生人 神给你一生人的生命 并且当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还有永生 所以让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人生 让我们一起有一个讨告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 不单止是一万元 你给我们是一生 你让我们能够善用我们这一生人 不要弃用 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加多人的祝福 让我们能够作盐作刚 让我们能够让你自己的恩惠 藉着我们的生命 能够谈到在生命当中 让我们仰望你 因为你说一粒物子 就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让我们能够不只是珍惜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更加善用我们的生命 能够见到你自己的雷雷的果子 在我们里面掌声 多谢你 求你谁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明自祈求 阿们 好 祝福大家 希望你们不单止善用一万元 也能够善用你们的人生 再见